大明湖畔的夏宇和都不陌生 他在小说中是乾隆的风流寨 本以为夏宇和是虚构出来的人物 没想到专家却找到了原型 历史中的他从平民到贵妃 还差点成了皇后 夏宇和的原型究竟是谁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小说《还珠格格》中 夏宇和是乾隆心中的白月光 是与乾隆年少相识的汉族民女 其实乾隆的确去过大明湖 而且写了很多情诗来怀念一个女子 诗是这样写的 其实乾隆诗中怀念的是孝贤纯皇后 而琼瑶就是通过这些资料 在根据乾隆的一位贵妃的生平 创造出了夏宇和的形象 而这位贵妃便是纯慧皇贵妃苏氏 也就是《延禧攻略》中 那位腹黑隐忍的纯妃 乾隆还是亲王的时候便娶了许多的妻妾 纯妃苏氏就在其中 这些妻妾大都出身满洲贵族 只有纯妃家世低微 出生于江南的纯妃气质温婉 身上有着淡雅的书香 这让乾隆深深的着迷 乾隆登基以后苏氏被封为贫 乾隆登基第二年又把苏氏封为妃 可见他对苏氏非常喜爱 清代选妃的条件非常严格 家世门第非常重要 不是八旗中的关甲女子啊 几乎是不可能选入宫中的 纯妃这样毫无背景的汉族女子 为何能成为乾隆的妃子 凭啥能连连晋升呢 对于此事 乾隆也表示很纳闷 他完全是被动当了新郎 雍正有次下江南 回来时身边带着个灵秀温柔的少女 雍正得意洋洋的告诉别人 他给儿子找了个贤内助 这个少女啊 便是苏氏 说白了 他就是雍正在大街上捡来的 所以苏氏能成为乾隆的嫔妃 实属于运气逆天 苏氏的肚子非常争气 没过几年就生下了黄三子永章 乾隆继位之后将他册封为嫔 这么看来乾隆对他还是很重视的 乾隆二年 苏氏尽封为了妃 乾隆特赐封号为纯 之后的几年 纯妃接连生下六皇子永童 以及乾隆第四女 何树何家公主 后宫嫔妃的地位靠的就是母平子贵 所以苏氏又被封为了纯贵妃 这妥妥的已经是后宫高层领导 另外这一位何树何家公主 便是子薇的原型 因为她出生时 手特别像佛手 乾隆认为这是上天赐予的香 故而非常宠爱何树何家公主 这位公主聪明伶俐 又识大体 很会讨乾隆的欢心 清朝公主都逃不开和亲的命运 但因为乾隆实在太喜欢这个女儿了 不愿意她嫁去偏远的地方 于是将其许配给了大学士富衡的儿子福龙安 也就是尔康的原型 紫薇成婚后一个月 苏氏被册封为了皇贵妃 地位仅在皇后之下 不过苏氏因子显贵 却也因子受到长时间的冷落 甚至错失皇后之位 纯薇苏氏没有家庭背景 即便她生了两儿一女 但当乾隆为人妇的喜悦劲过去以后 苏氏便没了倚仗 纯薇之所以能一步步逆袭到皇贵妃 除了儿女还有她的性格 她的性格从测试中就能看出 纯粹已经中温且会 所以誓约纯慧皇贵妃 入宫数十年 纯薇经历了许多勾心斗角 可她始终如同刚进亲王府邸那般纯粹 始终是那个温婉柔顺的江南女子 如果纯薇能继续保持初心 不愁以后没好日子过 但奈何她有个猪队友 乾隆最爱的女人 当属初恋妇察皇后 妇察皇后去世以后 乾隆感觉世界都崩塌了 当时皇宫内院 无论是假伤心还是真高兴 都得露出一副死了老婆的表情 可偏偏纯妃的儿子永章 整日吊儿郎当的 惹得乾隆勃然大怒 当场就剥夺了永章继承皇位的资格 这也导致乾隆看着纯妃就来气 觉得纯妃也没那么单纯 当初贤妃和纯妃都是季后的人选 只是纯贵妃始终是一介民女 朝廷上没有支持她的势力 加上她儿子都没了争夺皇位的能力 纯妃最终还是没能成为皇后 不久纯妃的儿子永章病死 另一个儿子永荣也被降绝 昔日的恩宠圣券说消失就消失了 纯贵妃幽惧之下一病不起 直到这时乾隆才感觉到了痛心 召集天下名医为她治疗 可纯妃终究是离去了 如果苏氏权下有知 看到她的嗜好是纯慧二字 应该有所畏计 因为在乾隆心里 她始终如初见时那般 纯粹已经中温且会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